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5月2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王丹,习近平明目张胆地歪曲了五四精神,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新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于反思100年前那场爱国学生运动。 及其对之后中国政治发展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次让中国进入文明社会,进入现代国家的建设的尝试。 他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思潮,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投身运动之中,而民主与科学更因此而被公认为五四运动的主题。 然而,4月3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大会上的一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却严重的歪曲了五四精神。 偷换了五四运动的主题,这是对历史的恶意扭曲行为,我们不能不言正指出其荒谬之处。 在习近平令人昏昏欲睡的枯燥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五四运动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年来对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的认定。 实际上,历百年前那场运动确实是以希望国家强大为出发点,爱国思潮当然也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但五四运动的重点是如何爱国,而不仅仅是爱国本身。 正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关心的重点是如何使得国家更加强大,才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主张,认为只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的求知精神,才能引导中国走上现代文明的轨道。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中,科学的含义,按照胡适的解释,并不是指一般的科学技术,而主要指的是科学的精神,强调的是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 而对今天的中共来说,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正是对一党专制制度的威胁,所以他们干脆就改写历史,完全抹杀了五四运动真正的实质内容,而把运动形式上升为了运动的实质。 这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更有甚者,习近平在讲话中,大言不惭地提出,信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他要求中国的年轻一代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更是公然篡改历史的恶劣行为。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而中共的成立是在1921年。 虽然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但是那仅仅是社会思潮的体现,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政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把继承五四精神说成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似乎五四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更是荒谬至极。 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根本就不存在呢? 可以说,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连结,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今天。 中共和习近平不是号召大家重新思考民主与科学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是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不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更反映出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任意歪曲历史,编造历史的行径。 习近平和中共如此明目张胆的歪曲五四精神,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内心对于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恐惧,是对民主与科学这样的精神的恐惧。 因此,通篇习近平讲话,与其说他们是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不如说是在试图消灭五四运动在历史上的存在,用一个假的历史取代真实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习近平所谓的制度自信,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拜托您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诗家赞助播出,订阅电话510-465-1888。 再见。